特別注意就是第一個 你那個貼的時候注意一下 頭跟尾 水裡面頭跟尾 不要全部delete掉 就完蛋了 因為你的頭尾 它是宣告說這個是一個xml的resource resource 這個區段 裡面的話會有三個預設的 不過好像這個用不到 這個可不可以刪 這應該可以刪吧 HoloWord我們現在沒有HoloWord 所以這個刪掉應該沒關係 那這個的話setting這個 好像之前有同學是 掃這個後面就掛掉了 也就是如果你有用到這一行的resource 反正你就是一定要有 那我們就是把那個 全民音檢的東西放進來 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 假如說你是一個資料 你應該放哪裡呢 其實不外乎就是放在我們之前講的 不外乎就是 放在這個sit裡面 你就會放在清單裡面 再不然的話你可以放在那個 我們之前有個範例叫 assets 有沒有 assets裡面還記得吧 就是放在哪個地方 assets 的資料夾裡面 有沒有影響 assets 不是放 assets資料夾我們要自己新增 就是 我們之前有一題是那個什麼 五言七言的那個 叫redio button有沒有 資料是從assets裡面 去把它讀進來的 讀三個文字檔案 還記得吧 然後呢 這個地方貼上之後 那再來的話 其他 這個 這個其他 剛剛同學問到說 這個高度 那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模擬器 設的高度 比較 少一點點 所以 特別注意就是說呢 你這個高度 如果模擬器裡面 好像是320 所以如果你高度 好像它設超過320的話 下面的東西就看不到了 所以特別注意 那 Android 比較麻煩一點就是 它的每一支手機 可能規格都不一樣 所以你解析度 有時候不一樣 你可能要在不同的手機上秀一下 另外的話 manifest 這個man activity裡面 抓resource 我們從 資料怎麼抓 剛剛這個全民意見 怎麼樣把它讀到 我們的 程式裡面 特別注意喔 這邊是先宣告 對不對 剛剛有同學 是宣告了之後呢 馬上就怎麼樣 馬上就直接get 馬上get是 直接 這樣子 這邊加 這邊有等號 字有點小 就是說呢 這個方法 看起來 這個方法 看起來其實 好像也沒錯 但是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 在研究裡面 它就是不OK 你必須 先怎麼樣 先宣告 才能夠載入resource 而且是要uncreate的時候 才能載入喔 你不能說 直接在宣告的時候 就載入 這個在activity裡面喔 這個activity 它不允許你這樣做 所以剛剛有同學是 把那個 讀取到 正列裡面喔 寫在上面 宣告區的地方 就掛掉了 所以記得喔 上面只有宣告 那如果讀取的話 記得就是 從下面這個地方 再去做讀取 這樣子比較沒有問題 把它讀進來 那讀進來的方法 其實也不用 其實只有get resource 裡面的get string array 去把那個 我們的string裡面 有個eng 的東西 讀進來 那讀進來之後的話 等一下可能 各位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有一行好像會有問題 哪一行 這一行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這個select 這個select 是什麼東西喔 這個select 特別注意喔 這個select 實際上就要點擊的時候 後面是一個綠色的 後面是綠色的 如果說你今天沒有這一行的話 後面好像是橘色的 它顏色不會變更 好 那可是問題你想說 老師 那這個 後面的顏色 我要怎麼去改變 其實關鍵就在哪裡呢 關鍵就在那個 我的double這邊 我有加了一個圖 是green.png 這個是我額外加進去 那這個green.png 大小 大概我就給它大概 就是長 它的寬度 大概36 高度大概60的一個png 那這個圖堂怎麼做出來 其實非常簡單的 需不需要用photoshop呢 其實也不用 其實你只要用什麼 用那個 附屬應用程式裡面的什麼 小畫家各位應該都會用吧 小畫家 不過小畫家看起來很簡單喔 可是我發現其實還是很多人不太會用 請你用小畫家 幫我畫一個 36 乘64的 綠色png檔 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應該會調整 大小吧 調整大小 就是把這個解析度 把這個畫布 稍微再 調小一點點 這邊有個空點 拉過來 那現在的尺寸 是多少 311 乘100 所以怎麼樣 再上去 60有沒有看到 高度60 寬度的話36 那你想說 老師那36 太難調了 我35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啦 大概就可以了 因為這張圖怎麼樣 是放在它的背景圖 有點像網頁嘛 剛剛應該做過網頁嘛 小的一個 你可以怎麼樣 它會自己幫你全部 放滿 OK 那顏色的話 你要什麼顏色 綠色 這個綠 怎麼加呢 這個 油漆桶 倒一下 綠色 然後再來 另存新檔 PNG 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存在桌面再貼過去 那我名稱 把它取 叫做green 那你就把它打一個 OK 這個圖檔 存檔 我放哪裡呢 放桌面 然後呢 放桌面之後的話 你再把它複製 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 這個這個這個 resource 這裡 有沒有 RES底下的桌布 把它貼上 就有這張圖了 有這張圖之後的話 記得呢 剛剛同學有問到 那這張圖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 你就打一個 這個resource 點 set selector 那你就直接 把這邊打一個 R 因為你在底下有 點什麼 點 Jobble 所以你就找到那個Jobble 點 然後呢 有個green Enter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的背景圖 就會綠色 那一樣的方法 老師我可以變紅色 可以啊 紅色怎麼做 一樣 36乘60 然後你可以 把它改成 我把它改紅色 點 紅色 Enter 好這個時候的話 不過我覺得 在那個 Android Studio 裡面有個厲害的地方 就是你會發現 有沒有發現前面 他會幫你把那張小說圖 放到這邊來 OK 好了之後的話 那其他我看一下 Save一下 這邊 少個分號 OK好 那再把它執行一下 我已經把那個 背景改一下 改成紅色 所以將來的話 點擊他 有沒有發現 變紅色 變紅色 OK 所以將來如果說 你要修改什麼 修改那個 你選取的那一塊 那你就是做一個背景圖 給他就可以了 那另外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是說那個 字的顏色 像我們這邊字都是黑色 可是如果你希望把 字的顏色改成 其他顏色 比如說我想要改成藍色的話 那我不知道各位 之前那個Spinner 一樣 Spinner不是 窄路的時候 這個地方 MVC Adapter ArrayAdapter 給他資料 刮鬍後面的話 有沒有 MVC 還記得吧 不過這個順序 好像不是 MVC List是 C Controller V V 它的什麼 版型 對不對 有印象吧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是M 一般叫 Metadata 或者叫Model 所以其實最近 好像很 很紅的那個什麼 SP.NET MVC 好多人一直問說 老師你下學習要不要開這種課 不過我覺得 OK好 那個再談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說到底 你們下學習比較想要上什麼 因為實在太多東西了 然後到底哪一些比較是 各位比較喜歡的 不過這個再談 那裡面的話 V有沒有看到 V V的話呢 我前面如果是Android開頭的話 那一定是 內建的 預設的 OK 我前面講過有沒有 如果說你要把預設的 修改 很簡單嘛 就是 第一個請你到那個 根目錄下面去找到這個 R.layout 這個東西 第二個的話請你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 從那個Pattern Forms裡面 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layout裡面 有印象嗎 如果沒有印象 請各位觀看 前面Spinner那個部分的影片 我就有教各位了 然後呢 再來什麼修改它的顏色 把它點兩下 那請你把它 這個 版型裡面的 Color 它有個Test Color 因為它是一個Test View 請你把這個Test Color 這邊有個Test Color 改成藍色的 OK 最後的話記得怎麼樣呢 再把這個版型裡面的 Enjoy 開頭 有沒有 Delete掉就可以了 OK Delete掉 Delete掉 意思就是 我 不要用 不要用 浴色的版型 我要用 我自己 Color過來的這個版型 那我已經把它變藍色 OK 特別是要 除了這個方法以外 好像沒有更簡單的 因為我覺得它 這個 它的設計 就是這樣子 所以 把它Safe一下 這個時候呢 我再把它執行 OK之後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本來是那個什麼呢 黑色的字 這個時候呢 請各位看一下 它就變成什麼 藍色的字 有沒有 OK 所以 其實那個Spinner 跟那個ListView 要變個字的顏色 還頗麻煩的 那你想說 老師那字的大小 可不可以調整 可以啊 到那個版型裡面 調整它的TestSize 改一下就OK了 那你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不能直接改 因為 你就會規定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使用它的SDK SDK意思就是說 我必須要 Follow它的規則 我們是 遵守它的規則就對了 因為我們不是去開發的啦 因為我們不是去 把這東西研發出來 那將來如果你要做更複雜 網路上很多啦 其實都是套來套去 所以你要懂得這套規則 其他都差不多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剛剛主要的重點 第一個 請自行用小畫家 產生這個圖 然後呢 變更這個地方 第二的話就是 變更 ListView的顏色 就這個東西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兩個小細節 看起來不重要 不過實際上將來呢 可能都會遇到問題 因為 這個東西 說真的 當然如果你將來 ListView是黑白的 背景用預設的 剛剛 可以 不用學沒關係 可是如果你將來希望 你的ListView背後的顏色 不要是單一顏色的話 那你可能就需要去做一個 背景圖 那你想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綠色 可不可以不要來 我要彩色 可以啊 你就去做一個彩色的背景圖啊 這個觀念跟那個網頁很像嘛 反正他會自己幫你 有點像貼 貼滿滿的就對了 至於你那個效果要怎麼做 漸層色 也可以啊 只是說這個部分可能是 比較偏美工的 那這個可能就是要自己再花一點時間去研究 第二個是那個 ListView裡面的顏色 字的顏色跟字的大小 你必須透過那個 版型 複製貼過來 去修改 啊這個 因為Spin的部分呢 也有提到了 所以 請各位找的話 那個 那個版型是在那個 我們SDK的目錄裡面的那個什麼 那還記得吧 那個什麼resource resource resource 裡面的 layout 裡面找一下 那他的名稱是那個什麼 Simple List Item 1 好像還有其他的版型啦 不過可能 這個部分 就是要try 基本上 在那個 Android裡面 不外乎就是 MVC吧 反正我們做來做去好像也都是在做MVC的事情 比如說像那個 資料放哪裡 畫面怎麼呈現 之後的事件怎麼做處理 有沒有 只要你把這些 都很妥當的 處理完畢 你的App就完成了 那其實Java跟Android的差別在哪裡 因為Java前面那部分 就比較沒有界面這部分 他就純粹的只是IO 然後中間的處理 所以在那個 Java我 最近分享那個什麼 樂透彩那部分 你可以想想看 因為他就是 把7個號碼產生 你可以丟到哪裡 丟到list view 不過這個部分的話 可以 給各位 當成一個 練習題 7個號碼 等一下 他就在這裏 要做 他就在這裏 他就像 有一個 他就像